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 要留住股民的心 财经不会是送出后礼 预计调降当冲交易税 从现行千分之三 下收到千分之二 或是千分之1.5 不能够只是把它当作是一个实验品 过去负责证锁税 所造成的巨大冲击 到现在整个伤害都还不能弥平回来 这要负很大的一个责任 不止如此 财政部也加码送利多 众手税最高税率45%将降到40%以下 最快明年5月实施 我是讲一个事实是说 现在45在全世界来比较是算中高的 那赢手税17是偏低的 财长也坦承众手税中 鼓励与薪资所得占大宗 不过国人要课税45% 外国人只要20% 差一名现实在不公平 或许他都一直讲会有会有 那这部分我们尽管会都联系 假如他有查到以后 送到我们财政部国税局来 我们一定会追税的 根据了解财政部原本规划的税制优惠方案 是把银索税提高到25% 众手税降到30% 但怕被勾病是帮富人减税方案一度喊咖 那鼓励所得你给他考虑的 其他所得怎么样的 所以说我们在盈利市所得税率 中国所得税率 这些都会一并来考量 未来一年挑证的还有个人所得税 免税额从8万5上调到8万8千元 平均每户家庭减税1776块钱 本身能省税就好了 降的幅度越多 当然民众感觉会更好一点 财经部会降税火力全开在 不仅其中送民众核报一点小确幸 东森财经新闻 陈和平李承佑台北报导 感谢观看